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续三天与赖国祥议员 在花莲的光复封兵部落行脚 今天的清晨 潘真祥代表邀请我到新社查阳 六点我从泰巴郎出发到新社 真祥已经帮我准备好了装备 我扛着秧苗去水田 好美的景色 这片水田的景 我认为是全台湾最美的景色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在很少人用人工的在插秧 然后在拉线 通常都是用机器 那一台机器我们就会看到 它会从这边头一直弄到尾 所以很多人在排队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来到新社 谢谢马基老师 然后谢谢我们新社的朋友 Gamaran的朋友能够给我机会 来参与这一次人工插秧的工作 而且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都是天然水从上面 这是天然的水最洁净的水 这个地方是在鲁兰 石关也叫鲁兰 这是Gamaran的鱼 所以这个地方又特别特别的神圣 所以我们今天是怀抱的非常神圣的心 来这里 然后再重新找回用人工插秧 很重要的这个人力的凝聚 人力的支援的结合 当然最重要的吃 种完稻米以后 我们会吃点心 我们现在还没有要开始要插秧 但是呢插秧之前呢 Gamaran也还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工作要做 那个叫做什么 巴斯鲍 巴斯鲍 巴斯鲍就是要跟祖先说 我们要来开垦这块地的 希望他让我们一切都顺利 巴斯鲍希望能够让我们一切都顺利 今天呢我来开垦这块土地 希望能够让你公收 是 特别的好吗 走 你会 哇 有什么千万的这件 是一张吗 这个水还这样 放在我的手掌上 然后呢再把它 待会呢你就是大概就这样 拉下去 就这样放进去 对 它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刚刚讲说根断掉没有关系 它才会长新鸭 哦 反而更好 对对 长更好 让它赶快出新鸭 所以我技术不好给它弄断 那更好 反而更好这样 对对对 好好 水田的主人潘家兄弟教我怎么样插秧 看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是当我拿起水扒 夏天扒水 我觉得我自己太笨拙了 开始插秧了 我越插越歪 但是国想议员跟真想代表 却一副非常熟练的模样 一问我才知道 他们小时候都做过这些农事 这片田生产的米叫做小岛油米 这一块是我们集体签名放在这里插的 对 好好选个牌 对 收割我们要一起来哦 对啊 要收割 潘家兄弟跟我说 委员 我插秧的这片田收成的时候 我也要来割到这样才有始有终 我答应了他 一百天之后我一定要来割到 而且呢我还要将这些米包装意卖 然后再把这些意卖所得的捐款 捐给在地的发展香蕉丝产业 以及米酒产业的两个协会 劳动的时刻 愉快的时刻 收成的时刻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快乐的农夫 游打稿 准备 不